第五百七十一集 张鹏也不管他 继续笑道 接下来的三天 我会为大家讲解进去的一些尝试 大家有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方平马上到 张将军 你怎么没去武安军 个人选择问题 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去武安军 张鹏随口说了一句 很快便道 话归正传 这次大家前往禁区危险不小 不可大意 说吧 张鹏随手一挥 众人面前都出现一张地图 张鹏开口道 这是禁区的大致地图 因为对禁区 我们的探索区域也不多 所以并不是太完善 你们先看看 方平低头看了起来 这一看 方平有些凝然 玉海山真的环绕了整个禁区 玉海山如同一个光环 笼罩了整个禁区 而玉海山有多大 方平简直难以想象 玉海山到底有多雄伟 一玉之地 大概东西宽度 平均都在五千里以上 魔都地窟 甚至宽度近万里 当然 有的玉小一点 城池少一点 比如天南地窟 可哪怕都是五千里 那一百零八月 二十七万千米 五十四万里的周长 这 这是一座山 一座可能是 人为形成的山 地球上 最长的山脉 也就不到两万里长 以玉海山算 禁区的面积 那是多少来着 方平大脑迅速转动 南南道 禁区 最少已有五十多亿平方公里 这 这也太大了吧 前方 张鹏笑道 方枪峻低估禁区的大小了 禁区应该超过了六十亿平方公里 而地球表面积 只有不到六亿平方公里 所以禁区的面积 要超过十个地球大小 当然 也很正常 毕竟光是108外域就大的超乎想象 禁区这么大 那是应当的 毕竟外域只是外域 而不是核心区域 方平晃着脑袋 禁区算是不规则的椭圆形 而这个椭圆形 最长宽度超过了九万公里 而哪怕一直以音速遇空 每小时速度一千两百多公里 换言之 强者保持音速遇空的话 想从这头到那头 起码要飞行七八十个小时 音速飞行七八十小时 别说方平了 就是八九品强者都能垮了 九品强者 音速飞行接近四天 才能从这一端抵达另一端 这么庞大的世界 难怪可以诞生那么多强者 方平忽然道 进去有多少人口 不多 百来也 张鹏笑道 禁区很多地方其实都是险地 不能住人的 虽然他们的表面积大的超乎想象 但是人口方面 也就比地球稍微多一些罢了 往往会出现万里 甚至更庞大的无人区 当然 这只是我们根据目前的一些资料 做出来的推测 也许不止这么多人 毕竟按照强者的数量 他们的人口应该更多一些 禁区有些乱 四大王庭只是其中最庞大的代表势力 还有无数强者占山为王 滑地而至 在地窟 四大王庭各据一方 有接壤的地带 也有空隙区域 而空隙区域也会诞生一些新的势力 有九品中的强者 割据一地 称王作祖 也有决颠强者占据一地 建立皇朝或者宗派 这些势力 有些会听从王庭的命令 有些确实不会去管王庭命令 我行我素 进去那边混战时常发生 张鹏还在继续介绍 方平则是看着地图 心里想着什么 全球的决颠在镇守玉海山 全球决颠也就五十人左右 这意味着每一位决颠 都要镇压上万里的地界 难怪这些决颠都觉得压力太大 上万里 区域太广袤了 华国东西长度也才万里左右 相当于一位决颠 镇守一条 横跨华国南北区域的巨大山脉了 而方平不知道 横跨上万里 这些决颠距离近的还能沟通 要是知道了 方平能把吴川这些九品鄙视死 都是九品 你们干脆叫假九品算了 七日方平在南疆地窟的时候 蒋家老祖湛王就曾沟通附近区域的决颠 共同压制禁区强者 当然 也和双方距离近有关 有些决颠 并未横跨两域 而有决颠坐镇相连两域的 哪怕方平不知道 此刻也大致有些感受了 一人坐镇万里之地 禁区不敢善入外遇 决颠之危可见一斑 台上 张鹏还在继续和众人说一些大致情况 禁区 王庭 皇朝 城池 宗派 家族 势力纵横 不止如此 禁区也有妖族禁区 妖族在禁区的势力也是强得可怕 四大王庭中 守护王庭和万妖王庭都属于妖族 四大王庭中 守护王庭其实是最弱的 万妖王庭是最乱的 除了这两处妖族的聚集地 还有一些强大的妖族也自成一方势力 强大无比 第一天 张鹏几乎都在介绍禁区的势力组成 四大王庭 十多个皇朝 十多家庞大的宗派 当然 大多都是一言带国 并未多说 实际上 军部队禁区 也只是有个浅显的认知 6月6号 张鹏开始给众人介绍这次的目的地 教室中 方平众人宛如小学生一般 认真听讲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禁区的地图 张鹏指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红点道 这里就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地 王湛之地 蒋超忍不住道 不是介绍之地吗 我听说和介绍之地有关 张鹏看了他一眼 微微醋眉道 不要道听土说 你说的介绍之地和这里也许有一些关系 但是一切都尚未确定 只能说这里的一些情况和介绍之地有些关联 方平瞥了一眼 蒋超 得了 下次这家伙的话不能全信 信息不准 而且还夹杂着一些他自己的猜测 不靠谱 比如上次 秦凤卿和铁头貌貌实实地就闯进介绎之地 也和这家伙那半调子情报有关 张鹏没再理他 继续道 王湛之地的形成很复杂 传闻和帝窟两位领袖有关 也就是一些人知道的二王有关 妖命和妖职王庭的两位创始者 两位帝王 这两位在帝窟一些书籍中都有记载 但是实际上早已消失多年 并不确定是否还活着 也许活着 也许陨落了 不过人类和帝窟对峙多年 并无任何消息证明这两位还活着 我继续说王湛之地 所谓王湛之地有两种传闻 第一 这是当年二王开战带领手下强者厮杀 打出来的一处禁地 也是他们最后一战所在的地方 所以被称为王湛之地 第二 说到这儿 张鹏微微沉溺 半赏才到 第二 这里也许和人类舞者有关 不 应该说这处禁地 一定和人类舞者有关 早在二王存在的时代 这里就有人类舞者参与过帝窟之战 这里 可能是二王和人类强者战斗造成的废墟 不过目前因为信息的缺乏 无法准确去推断 在王湛之地 有人类强者残存的一些遗迹 一些尸海 但是是被裹挟参与二王之战的人类舞者 还是后来者探索 又或者是人类和二王之间的战斗 没办法去推测 方平忍不住道 这里还有人类留下的遗迹 当然 张鹏笑道 若不然地窟为何要给我们进入此地 因为有些区域只有人类舞者可以进入 而他们无法进入 那就无法夺取好处 我们进入了 他们可以通过击杀我们获得好处 这才是地窟强者 为何会和人类强者达成协议 让人类进入王湛之地的原因 要不然再进去内部的境地 我们还能真的闯进去 原来如此 方平点头道 那二王时代 距离我们到底多少年 以前方平看过一本书 上面记载的二王时代 距离地窟开启复生通道 好像没多久 方平记忆还算不错 补充道 我看过一本书 上面记载 妖皇帝3882年 二王就开始出现在这个记载中 到4312年 400多年一直都在战斗 4312年 记载的是双方停战 而4895年 记载了复生通道开启 这都在600多年之后了 二王时代到复生通道开启 贯穿了千年的历史 张鹏笑道 别问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如今地窟其实早已不用妖皇力 而是用神鹿力 现在是神鹿力1040年 方平惊讶道 这 换纪年了 那妖皇力开启复生通道 不清楚 也许是以前开启过 不 是一定开启过 要不然人类是不会在地库留下一计的 说吧 张鹏笑道 不用特别在意这些 就算能追溯到妖皇力的事 又能如何 实际上 根本无法追溯神鹿力之前 还有别的几年吗 不知道 妖皇力和神鹿力有重合吗 不知道 有些事也许只有地窟那边的绝颠 才有可能清楚 哪怕人类的绝颠 应该也是不清楚的 可他们会告诉我们一切吗 方平道 那就是说 不确定二王和我们到底 间隔多久了 如果神鹿力是延续了妖皇力 那起码间隔一千多年了 对 一千多年前 也许更早的时候 二王也许和人类发生过战斗 张鹏道 可能是二王自己内斗 人类也许也是探索者 这个不太好确定 不能因为发现了人类的遗骸遗迹 就肯定人类和二王发生了战斗 明白了 我没有疑惑了 江将军 继续 王战之地的来源 我就不做过多的叙述了 说下我们去王战之地的任务和目标 最大的目的 突破自身 晋级为高品 王战之地很神秘 神秘到哪怕探索无数年了 依旧存在无数好东西 有些地方 你前脚探索完了 后脚可能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里的地形并非一成不变的 而是受到一种力量的影响 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所以我虽然过去 但是我无法给予你们更多的信息 地库也一样 你们只能自己去发掘 去寻找 只要能找到好东西 你可以迅速封闭三郊之门 可以迅速地提升精神力 甚至锻造金身都有可能 当然 那里也很危险 这点不用叙述 四大王庭十几个皇朝 宗派都会派人去 而且比我们的人要多得多 他们每次去都是数百人 是我们的十倍之据 不过他们也不和内讧的厉害 人类在他们眼中只能算是一方势力 还不是地库的共同大敌 对待我们 只要不是夭折一脉的人 几乎和对待其他势力的人 没什么差距 让人类进入 一方面是为了打开一些遗迹 一方面也是为了历练这些底库天才 给大家一个较为公平的环境 彼此厮杀 更能大浪逃杀 筛选出真正的天骄 蒋超联盟道 听我家变态说 他也在那边 那如何保证我们和他们不在一起 我可不敢去七品强者栽的地方 这点你们放心 六品有六品的区域 七品也是 八品同样 包括一些弱九品也有自己的区域 王战之地分为很多层 六品所在的只是外层 大家进入的地方不同 每一个区域之间都存在一层界壁 阻隔了两地交流 当然 这时候 张鹏脸色正重道 虽然存在界壁 可界壁也有可能存在薄弱处 到时候你可以击穿界壁 去七品区域 七品武者发现了薄弱处 也有可能进入六品区域 薄弱处很少 但是不代表没有 以往就有这种事发生过 不过七品武者 一般也不会来你们这儿 第一 介壁薄弱处并非到处都有 很难发现 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寻找 不值得 第二 因为地形复杂 他们来了 也未必可以找到你们 六品区域的东西 对他们的提升不大 所以也不会特意过来 我说这些 只是让你们以防万一 还有一些六品武者突破 进入七品 那也要小心一些 他们突破不会马上离开 有些人突破后 会寻找敌方的天才来击杀 这点也是存在的 众人皆是点头 这点大家还是明白的 张鹏继续道 第一目的是突破 第二个目的 那就是击杀更多的底窟天才 尤其是夭制一脉的天才 外遇的很多城主 其实都是在这些天才中诞生的 在外遇 我们同阶舞者之间 很少有公平较量的时候 但是到了那儿 相对要公平得多 因为戒币的存在 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 不会有高品通过入口 进入六品区域 这时候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 击杀哪些天才武者 当然 他们很强 有些人都是绝颠的亲船弟子 千万别小看地窟的绝颠亲船 张鹏正色道 人类的绝颠压力很大 很忙 他们坐镇遇海山 没办法沿传身教教导大家 可地窟绝颠轻松得多 他们只要补出景区 就不用考虑任何压力 人类绝颠也不敢跨越玉海山 所以他们更多的时间 去教导学生和后辈 这样的武者 你们可想而知有多强大 千万不要拿你们自己带入 这话一出 镇兴城的几人有些没脸 这话说的 合着我们这些人 都是假绝颠后代了 江超擅闪道 再强还能比方平强 张鹏笑道 那可难说 方平是不弱 可要说能压服整个地窟天才 那也未必 地窟多少绝颠 四大王庭 皇朝 宗派 集合了108外遇的天才不说 本身也有大量的天才武者 说实话 方平在其中也算是拔尖的一批 可要说横扫无敌 那就过于夸大他的实力了 方平 到了那边别大意 方平一脸认真的点头 开玩笑 我又不傻 不说这些六品 很多精血合一 就差一步就突破了 只不定到了那儿 没几天就能遇到七品 还是一大批 他在家 也不至于骄傲到 真的不把七品放在眼里 我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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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够